洛杉矶环资讯网记者张森报道 Montry Park将会从5月19号到8月6号期间 在市内最主要的两条主干道上开展下水道的维修工程 由于计划工程长达两个半月 预计将会对交通带来重大的影响 这次的工程会在西大西洋的这个大道更换 2100英尺的12英寸的直径水管 以及在家伟大道更换1600英尺的12核16英寸的直径水管 以此来满足未来的排水需求 具体的施工路段在洛杉矶华资讯网可以查询 根据蒙市政府透露的消息 在工程期间 这两条主干道的双向只会各留一条行车道 有的时候甚至会完全封闭 那么这将会对蒙市的北部华人聚集区带来严重的影响 平时通过大西洋大道进出10号高速公路的民众 现在可能就要去考虑其他的高速路口了 KTLA5月12号报道 警方称一名母亲周二在阿足萨公园之中被一名路